国内汽车市场到底有多卷呢 但爱信8AT的核子仅测SV如今已经不到14万 近日2023款雪铁牛天翼上市推出两款车系 分别为售价152,700的1.6T版本和169,700的1.8T版本 算上官方推出的5000元保险补贴 1万元置换补贴 裸车价分别为13.77万和15.47万 已经进入了13到15万元的区间 此外官方还推出了5年15万公里整车质保 3年免息 3年保值回购政策等等 2023款天翼相比老款配置有所升级 从1.6T版本开始就新增了极眼安的车色 C-Connect 3.0智能网联系统 提供在线导航在线视频播放 APP远程遥控等等功能 此外还新增了360度全景象 加180度的透明底盘 车外则新增了全波处雷达和遥控钥匙解锁大灯等功能 天翼的车身设计很有特点 4510的车身长度虽然不长 但2730的轴距却同级领先 比我178的身高实测 前右排头部空间都在一圈以上 后排腿部间距也在35公分以上 此外它还拥有了20度的接近角 27度的离去角 相比而言 容范的接近角和离去角仅为18度和20度 它还拥有236毫米的空载离地间隙 加上车身周围裙边都包裹了一层黑色的防擦设计 以及内置Grip Control多路况模式 虽然是一台城市SUV 但论通过性和多路况的适应能力 在城市SUV里表现是非常出众的 这套全新的C-Connect 3.0车机 内置联发科MT8666芯片 由神龙和联通华为联合开发 主页面为卡片式设计 可支持流畅的语音交互 同时内置多种APP功能 还支持唱巴 央视影音 芒果TV等娱乐体验 甚至在行车中也可以观看视频 新增的360名全影和180度通明底盘 可任意调整方向视角 挂R档或者在时速20以下 不能转向灯 或探测到有障碍物接近时 就自动出发 对日常行车提供其他的便利 在驾驶中除了8IT带来的平顺驾驶感之外 同级独有的PHC自适应音压悬架 能够对各种不同路面 进行减震器阻移大小的自适应调整 从而在颠簸路面时将悬架调软 在铺装路面上则将悬架调硬 部分实现了豪华车通过电磁悬挂 才能实现的软硬自适应调整功能 总而言之 这台天翼是一台开起来 动力底盘转向 NVH表现都非常的偏向于舒适设计 但开起来非常灵活紧凑的立卡SUV 从车型配置看 1.6T和1.8T车型价格相差1.7万元 除了1.6T和1.8T的差别 配置上相差全领天窗 后盘隐私玻璃 AR实际导航 以及1.8T的座椅 升级为皮质加安全踏入的混搭 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 个人觉得1.6T更值得推荐 算上保险补贴和置换补贴 一至13.77万的裸车手甲 也堪称这个级别合资车的性价比标杆